我国除了成为IS的目标之外 如今更可能成为了有心人传播极端主义的温床 印度媒体报道 孟加拉达卡使馆区参馆恐怖袭击案的袭击者当中 至少有一个人可能曾经在我国私立大专学府就读 高短教育部今天强调 当局将会慎重看待此事和有关的执法机构展开深入的调查 高短教育部部长纳都斯里伊德里斯主索 今天发表文告 表明当局将会严正看待印度媒体的报道 当局将会联络在我国的莫纳斯大学分校 索取有关学生的资料 莫纳斯大学暂时还没有做出回应 近日印度报道 事前发动袭击的孟加拉籍恐怖分子尼帕拉斯 曾经就读莫纳斯大学大马分校和达卡南北大学 武器阿曼反恐部门助理总监拿督阿裕翰表示 警方还没有收到孟加拉警方的通报 不过警方将会核查对方是否真的曾经留学我国